政府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 其受託人不得直接間接投資系統經營者 這樣的規定非常清楚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主管機關竟然有意識 非常清楚的 甚至在他的說帖裡面都講得非常清楚 知道中家跟遠傳之間的關係 甚至在所謂附加決議裡面 還要求中家自己成立內部小組 來規範監督他們與遠傳之間的關係 可是我覺得這些都是掩耳盜鈴 本黨團認為這樣的案子如果讓他成立 不是證明政府跟財團之間是有所謂包庇的關係 政府在維護財團的權利 不斷地用其方法在法律上擴張解釋 所以我們認為針對專家學者的疑慮 NCC以遠傳在此案是以債權人方式持有 並沒有觸犯相關法規等縮辭回應 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所有的台灣民眾 所有的媒體 都知道遠傳在買中家 可是在NCC的縮帖裡面 NCC的議決裡面 完全看不到遠傳對中家的影響力 很明顯對黨政軍條款的觸犯 違反是非常明顯的 所以本黨團認為 這樣的案子應該在新政府組成之後 再交由經濟部投審會來審議 而不應該是在 就政府目前非常明顯的 在包庇遠傳去購買中家的情況之下 貿然交於經濟部投審會 未來應該是更適當的討論 更廣泛的檢討 就算認為黨政軍條款有問題 那也是應該在修法之後 才來進行處理的 而不是在修法之前 很清楚的透過公權力 來維護個別財團 來觸犯這個黨政軍條款 讓他得以購買系統業者 這樣的案例 代表了在整個政權交接過程裡面 政府如何擴張他的權利 去維護個別業者的利益 甚至來觸犯所謂法律 這樣的情況 是不應該在目前民主的台灣發生 更不要提 他未來對於言論市場 對於媒體環境的影響 所以本黨團認為 鍾佳案應該暫終止審議 敬請公絕 謝謝 本案現在進行大體討論 請莊委員瑞雄發言 發言時間三分鐘 主席 各位同仁 我想針對這個整個鍾佳案 有幾點 我們必須要特別 提出本黨團的一個看法 鍾佳案 這個很明顯的 他這樣的一個 迴避 黨政軍條款 的一個作為 其實受到整個社會的一個 廣泛的一個討論 所以在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我們的NCC 卻僅以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於中家案的一個 轉售案 沒有結合的情形來作為認定 然後並依照公平交易委員會 決議之負負擔的一個處理 這個沒有辦法去對 各界所提出的疑慮 來加以審查 我相信這樣的一個審查 並不符合 這個法律意志 這個有重大的一個疑慮在 所以當社會大眾 有這麼重大的一個疑慮在的時候 這個案子 我相信要做一個 特別的一個考慮 也就是說 在沒有得到社會大眾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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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